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我在海华岛的阳台上 跟您说春晚春晚呀 四十年那么多的经典作品 那么多的演员 从我们眼前走过去 所以从里面要找到一些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这不难 那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这种事情需要一点疏离的工夫 我已经做了若干 就大概十几期了吧 这样春晚呀 那些从我们眼前流过的那些 消失了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说说陈冲 说陈冲很多人就会想起小花来 因为陈冲他演电影 跟刘小青一块演电影 谭国强演电影 小花那部电影里边 他演这个妹妹 陈冲清传的形象 美丽的少女的形象 和刘小青在一起 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中国电影上不可多电的 完美的形象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都对陈冲留下美好的印象 到1985年的时候 陈冲已经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 所以那个时候 中央电视台春晚 也是想进各种办法 调动各种元素来 丰富我们春晚 尤其是华文春 华人春晚 天下春晚 这么一个印象 因此呢 尽管陈冲已经到美国去了 但是1985年的春节 还是呢 在春晚上把已经远在美国的陈冲请了回来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啊 不容易啊 回来了 参加春晚 巧的是什么呢 巧的是1985年 是陈冲的本命年 本命年那时候多大 24吧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 为了图个吉利 当天扎了一条红腰带 你们还记得演什么节目 我是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演什么节目了 但是呢 陈冲呢 拿着话筒说话 那句不得体的话 让大家留下了 不好的印象 深刻的印象 节目现场陈冲手持话筒 说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 我们在本命年 扎了一条红腰带 完了 我们你们 这是包括事 说我们就把你包括在里 你们就排除事 有一个词用错了 你们中国人 习惯 我们中国人习惯 这说话都不好 应该是咱们中国人习惯 或我们也好一点 你总不能说你们中国人的习惯 扎个红腰带 这话没说完 台下下不了 虚成一片 有人说 这张店的穿绊 股掌都是有人领着股的 然后大家被讲了各种纪律 他一定要配合 那不一定 看什么事 当时啊 还不像现在有网络 网络口槽 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 大家没什么机会 在公共产核发表意见 但是这么多人 扎嘟在这儿 变成你们中国人 陈冲 我们是把你当作 我们自己的孩子 自己年轻的女演员 我们喜欢的电影演员 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呢 好 下半人就不敢了 当时有牺牲 牺牲完了之后呢 就第二天 观众给中央那两天写信质问 你陈冲哪个人呢 还有人批评说 什么红腰带 那是封建迷信 那反正说什么都有吧 反正 那天那届春晚 除了陈冲这事 还有点别的事 结果呢 观众呢 极不满意 为这事啊 中央电视台 春晚剧组 通过新闻联播节目 表示道歉 40年春晚 这大概是唯一的意思 你有失误啊 表示个歉意啊 这种事多 但是通过新闻联播节目道歉 而且这件事 涉及到一个民族感情问题 陈冲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上车 陈冲的 你从他的表演来说 他是一个艺术家 对他艺术评价很多 比如说有人说 他是一个会演戏的女孩 连声音啊 肢体啊 甚至手指头啊 眼睛啊 眉毛都会演戏 看得够细的 甚至有人说 陈冲是全世界最美的 50人之一 这种说法也都是这个 这当年人物杂志 评价很高的 全球最美50人之一 我估计我大概能评上 全球最美 最丑50人之一 这个怎么说呢 这肯定 肯定有50多个 比我丑的 对不对 那你变成全球最美的50个人 不太好说 但是意思明白 就是说 对这个演员非常欣赏 有人说他的表演 给我们留下了 无限的可能性 这些我们都不能肯定 你多看几次陈冲的表演 你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他使得整个电影 最终成立 说这话是谁啊 谁都可以说这话 但是说这话的人叫李安 这不得了了吧 评价非常之高 但是陈冲也有些争议 争议的事 咱大过年的 咱就不说了 陈冲这个人家世背景 不得了 陈冲的爷爷叫陈文静 早年留学美国学医的 美国大夫 他的这个外祖父呢 叫张昌绍 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 外婆叫史伊利 社会学家 而且有一定知名度 他的父亲叫陈兴荣 是上海华山医院 张文宏那个医院的 放射课专家 现在肯定年纪也大了 母亲呢 叫张安忠 张安忠的复旦大学教授 你看看人家里边 还有呢 叔叔陈兴北 陈兴记 姑妈 陈小金 哥哥陈川 陈川都是旅美华人画家 所以陈冲呢 他在中国 他他他他他他 爷爷 外公啊 老爷 老爷张张长绍 在中国医学界 享有圣誉 是英国留学 医学博士 医学博士就行了 然后还哲学博士 哲学博士加上医学博士 所以呢 他就不得了 后来还在哈佛大学进修 陈冲六岁的时候啊 1967年 他六岁嘛 外公 因为某种原因了 外公就去世了 之后那几年 大人们不在他哥哥面前 不在陈冲面前提外公 直到结婚之后 陈冲偶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物词典里看到了外公的名字 才知道外公原来是个 是个一个大学文家 从那以后呢 他才有机会坐起来 和这个母亲谈外公 他自己的名字呢 是这样 他第一次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陈冲带了很少的行李 却不自觉的带走了 外公的旧相册 后来他发现 发现并没有忘记外公 他记得说他走的那一天 别的就想不起来了 他拼命的回忆 那天的每一个举动 想起来 为什么永远不回家呢 那天跟日食一样 挡住了记忆中的一切阳光 但他妈妈告诉你外公 你的名字外公给你起的 那意思是第二个 阿忠 陈冲的母亲 陈冲的母亲 阿忠 第二个嘛 加两滴水 陈冲 所以陈冲呢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高智的家庭 在上海 所以比较早的就在文艺方面 展露才华 但是应该说陈冲呢 他到了国外之后 他和这个本土的文化 好像离得略远一点 七八年 他考学学外语 上海外国语学 逐游英文 81年又到美国去了 所以他相当长的时间 是在国外生活 后来我见到他演了一些电影 我也看过 但是实话说 那好莱坞那些作品 留下什么印象 看了也就过去了 陈冲的真正的高高时代 是和唐国强 刘晓庆演的小花 是他春晚上的那一次演象 尽管那一次不太完美 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说到陈冲 不能不提谢进呢 谢进导演的电影 青春当中 雅媚 陈冲的展露头角 79年的时候呢 才有小花 最开始是雅媚 有着特殊命运的赵小花 他当时 他这个表演 极具有情感色彩 靠着这个东西 百花家 最佳女演员 那个时候三个南斯拉夫 关系还不错 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啊 南斯拉夫的最佳女演员家 81年又演了 腾文记之导的苏醒 后来演了若干片子 后来大家知道 86年在美国演了电影 叫大班 各种各样的各种 七七八八的议论 就都来了 末代皇帝里面 他演宛容 有人说演得非常像 但实话说 我觉得他太壮了 他演的那个 那个婉容啊 不是太一样 90年他在美国演双风阵 在其后片子不断 作品不断 但是也就那么回事了 在1993年 他演了 演了电影叫 又僧 后来演了什么 红玫瑰 白玫瑰 等等等等 陈中是个艺人 到后来的时候 脸上胶原蛋白丧失了 带之以干练的 一个女人的形象 现在也是一把年纪了 艺术生命也许还很长 但是我估计 他再来春晚的概率 不是很高 说到陈中 咱们说说影像节 呗 美美的坐船头 各个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 欠生荡悠悠 然后接下来 女的唱了 小妹妹 我坐船头 这歌太老了 93年 93年出生的孩子 你不知道这歌吧 这叫欠夫的爱 一向节火遍大江南北 欲为中国说唱乐之父啊 97年 他在春晚上 就唱了音乐剧 叫天唱第九 后来又登上春晚五四 大明星 尹像节唱这个歌 他原来有人都说 他是个厨子 我曾经问过他 是不是厨子 是干过厨子 但是喜欢音乐 出道很早 妹妹坐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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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火了 大名顶顶 尹像节其实不大 按照他出道 别人以为他是五十年代 其实他六九年的 差点挂上七零了 北京人 北京房闪人 当过主持人 当过演员 参加很多活动 九零年的时候呢 他就在北京相当活跃 93年跟云文华 有一个搭档 欠夫的爱 亲哥 哎哟 这歌跟大家的感觉 温和了 喝拍了 那出完之后 所有人都会唱妹妹你坐船头 妹妹坐船头 哥哥在二人上走 后来93年的时候 车马云文华 那这个 切夫大爱出名之后呢 95年开始 涉足影视表演 天这个 雨天有故事啊 中国骨气啊 什么什么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东西就不断 他虽然他们家是房山的 但他一在城里 北京育营中学读高中 88年的时候呢 到89年 在独唱演员 88年的时候 全国还得过一个什么三等奖 那个时候他自己觉得 自己跟专业的还差得很远 但是没想到 欠夫的爱 一下子就盖过了很多 独唱演员 专业演员的风口 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欠夫的爱能活 他自己 自己去创作 抱着个吉他 然后给他在一块弹 90年 他创作 又曲子也是自己 歌词也是自己 92年创作了第一首歌曲 叫我们 童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以为呢 这个我们这个东西能活 没想到我们都活不了 欠夫的爱大火 95年又火过一阵 欠夫的爱火完了之后呢 95年的时候呢 也是春晚 他推出新歌 这是什么歌 天不香 与天不拡 与天上有太阳 没不开口 没不讲话 没心怎么想 走了太阳 来了月亮 有时晚上 哥哥什么时候 才能走进 你的故乡 哎 那个我都会唱 天不下雨 天不刮 梦天上有太阳 没不开口 没不说话 没心怎么想 走了太阳 来了月亮 又是晚上 哥哥什么日子 才能闯进你的梦 余文华他们俩 这个我采访过这歌俩 这歌俩 这个唱的 每次采访内容都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都想让他唱 多唱两个 趁几个多唱两个 这个获得95年的音乐大赛的 这位赢奖 后来演了大商场 演了大魔方 演了什么偷 就一颗月亮什么的 叫什么名字来着 还有干十六妹 还有侠科梦 成人童话等等 古侠片里面 做了种种尝试 你说你尝试啥都可以 有的东西不能尝试 对不对 春节联合会 你跟孙月 你跟王刚 天长地久 可以呀 你春晚 你新乌龟赛跑 可以呀 是不是啊 明星反穿 闹心冲 可以呀 藏天朔 什么刘慧 什么李奇 刘金山 千金演唱组 一帮胖子 演唱新康宁 什么都可以 唯独毒品 这边不能碰 碰了 碰了就完了 碰了 那现在的词 叫劣迹艺人呢 所以影像节 你再唱春晚 没戏 其实影像节 这个人 其实我也认识他 好多人 都觉得评价不错 除了这个碰毒品 这事 绝不可以原谅之外 别的事 还有啥事 那个那些 那个李娘说 他说他这个 这平时挺好的 对朋友也好 人特热情 特仗义 希望他好好改错 人民日报 那个微博里面 曾经讲过 说明明前车之鉴 第二连三 为何还有前赴 后继自断前程 归根结底 有钱太人性 其实就那批艺人 唱歌的 也像节 挣过点小钱 没挣什么大钱 人民日报说 你从艺应当感恩 应当做人之敬 因为名气 名气伴随担当 别自我放纵 一朝失足 终生悔恨 演一圈 莫发滚打 你说这么多年 活得有声有色 有福有乐 你演电视剧 演主持人 你唱歌 你干啥不好 你非要做那种尝试 2014年出事 出事之后 这个当时叫 北京叫溜冰 其实 影像节可能是 一群溜冰的人当中 被抓的第一个 有些人溜冰 可能是 后来就没有暴露 但是这玩意一旦成瘾 你想不暴露 也难 影像节应该说 它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他这种特殊的音色 和着他胖胖的 非常亲民的那种长相 他本来可以在舞台上 做一个长青树 但是遗憾呢 他毕竟在车马上 已经有五六届 留下了自己的作品 天不高峰 天不下雨 天上有太阳 妹妹的坐船 已经刻入到了 我们那一代人的 精神记忆当中 我们说李云迪吧 说完了这个影像节 说李云迪 有人说 你是不是刻意安排 我可没有 是有人梳理了 这一百个人的名单 我不过照着名单 我借题发挥 那个我记得李云迪 李云迪是2012年 然后18大召开 李云迪登上 央视龙年春晚 演奏创意钢琴节目 金蛇狂舞龙的传人 哇 那确实弹得好 金蛇狂舞 金蛇狂舞是聂尔的曲子 根据民间的乐曲 道巴板改编了一首 铜管乐曲 李云迪以双钢琴的形式 重新诠释金蛇狂舞 旋律相当欢腾 气氛相当高昂 成为很多人 记忆当中的 这个经典节目 金蛇狂舞 大家记得那旋律吧 这个曲子太妙了 聂尔真是伟大的天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蛇狂舞 你蛇舞起来什么样 你要用音乐来表现这个画面 音乐和画面的结合 它就和我们那种生活经历相吻合 所以这个曲子 铜管乐 然后呢 后来李云迪把它改成钢琴曲 哎呀 对 我小时候卸过拉二胡 二胡拉金蛇狂舞 就这个旋律 像我们这种音乐门外汉的 我们连粗通都拿不上 但是我们觉得太好听了 李云迪也弹得真好 李云迪朗朗中国钢琴界的这两个双子星 李云迪是如此之年轻 82年的 那么年轻啊 2000年 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冠军已经多少年没有这么一个冠军了 缺席多少年 李云迪弹到冠军 这是中国人的光荣 了不得 2001年中央地人来春晚 然后和德国叫DG唱品公司 牛大发了 发行古典音乐专辑 肖邦精选 03年 李斯特钢琴精选 04年 肖邦 即兴曲和 邪曲 05年 然后呢 如云欢居维也纳 李斯特 肖邦 第一协作曲 也就是说 李云迪所达到的音乐成就 随便任何一项 足以让一个 一个学钢琴的孩子 骄傲一声 但是李云迪全部都收获囊足 所以他来说 这获得这些容易 简直是易如反掌 你想不过容易都难 2019年的时候 李云迪全球训演 李云迪奏名曲 直接是李云迪了 李云迪奏名曲 全球训演 签约华纳 牛大发了吧 修邦钢琴协奏曲 全集 披荆斩棘的哥哥 谁没想到 披荆斩棘的哥哥 后来呢 出了一个事 这事咱就不说了 是吧 大过年的 反正这事不好 李云迪是无数 无数的中国学琴的孩子的 一个光辉的榜样 这个大哥五岁 首风起 然后七岁开始学钢琴 他原来不叫李云迪 原来名字呢 挺有意思 叫李希 希望的希 三岁的时候改名 叫李希希 五岁的时候 爷爷正式 给他改成李云迪 你看看 这家里面不断改名字 当然希望有好兆头 当然希望你出现 李云迪果然出现 这个云是因为 他是云南祖籍 昆明人 迪呢 则是有起迪的迪 开导 启发 行走 小的时候很可爱的孩子 李云迪这个孩子 如果没有去年那档子 以前大家都觉得 他身上有一种 不吃人 人间烟火的气质 他的音乐风格呢 更为细腻 他弹奏的东西 他弹奏的东西 比方说2001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春晚 他弹 亲爱的中国 我爱你 好多人听着 就钢琴不懂 但是听这个曲子 亲爱的中国 我爱你 好多人就感动的不行 李云迪可以说 他得变了一个钢琴家 在国际上 在国内能够得到的 全部的荣誉 没有例外 就是出事到2021年的时候 他还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 然后呢 是2月还参加2021年 广播电视总台春晚 就是2021年的春晚 他是参加了的 3月12号 李云迪钢琴大师课上线 然后呢 芒果 全景音乐竞赛综艺 披荆斩棘的哥哥 然后衍生品 然后呢 是哥哥的少年时代 就绝对是全国 多少孩子弹钢琴 多少孩子 以他为宗 以他为榜样 李云迪还热衷工艺事业 做了很多好事 香港什么清联 写进会副主席 重庆的什么 钢琴博物馆馆长 新海音乐学院的克作教授 那获奖记录 我就不用说了 就是你能够想象到的 全世界范围之内的钢琴的 所有奖 都得变了 可就可谓少年得知 予以成名啊 其后星光灿烂 一路长红 但是后来 后来就这个样子了 现在关于李云迪 大家 大概因为事情发生的 离现在的时间比较近 所以大家多记住 他最后的这么一档子事 但此前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他在工艺事业方面 所做出的很多努力 还有呢 他在所有的 钢琴钢琴的孩子里面 脱颖而出的那些成绩 人们已经忘记了 人们是很容易 记住新的忘记旧的 对一个人的评价 应当全面的 历史的 辩证的看 李云迪还是应该好好谈情 但是一个人 在空中当中 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之后 再上春晚的概率 我估计不高 这期你们说的感谢观看 再见 我估计不高 我估计不高